我刚刚讲这么多东西 就是说 我后来参与这么多的环境运动 或是环境的试验 我觉得越来越模糊 就说 我今天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环保 那什么叫做环保 对什么叫做环保 我现在做环保 那谁比较环保 谁的环保 还有是谁在那边做环保 我整理一下 这么多 每个段做环保 受害只缺了参加 媒体NGO 财团也在做环保 就刚刚讲那个responsive care 他也在做环保 政党 政党 国家 国际社会 也就是说 环保这个事情 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你不能从账面上 或表上去看待 可是他后面有个 很清楚的网络 跟他到底在从中 得到的什么样的力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可以慢慢去思考 而不是很快速的 从一个东西去 说你这个在做环保 我可以举些例子 没时间 等一下再谈 如果有什么 我讲各位可以理解 就是环保到底是什么 其实没有很多 你可以去重新评价 跟谈的部分 可是在这里面呢 我惯得到几个有趣的事情 我给各位听听看 因为这边可能会比较少听到 会很有趣 譬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讲 风险风险 风险社会 风险是什么 还有 现在很多的环评 都讲说 这个健康风险怎么样 像国光石化 对不对 健康风险 然后就算出好几套不一样的东西 到底会不会得来或怎么样 也就是说风险的东西越来越重要 可是各位 什么叫风险 2005年环品开始纳入健康风险评估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样 从此之后 每一个案子都要谈健康风险评估 好 到现在还很多战争是风险 那可是这个风险谁可以谈 即使是在国光石化 对不对 其实是专家跟专家在谈 到底是时的负几次方 那你变成你人民的身体的感受 变成进不到这个风险里面来 这个字是我比较 我没有答案 我只是说 这个问题可以值得大家去讨论 第二个 风险这两个字 其实对很多人讲是不一样的 我举你来讲 我在海保署的时候 我们对很多的环境意义 也做风险评估 可是那个风险不太一样 有两个定义 一个就是说 这个议题对人民的健康环境的风险有多大 这是一种风险 因为这个议题 即将引发的政治效益的风险有多大 各位这两个不一样 譬如说各位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是什么 大药性压蛋 大药性压肉里面 各位有印象吗 压肉里面测出大药性 这件事情 坦白讲 它其实并没有想象中 对整体台湾的环境风险影响那么大 有 但没那么大 可是就是因为你每天会去摆到鸭肉 会摆到鸭蛋 这个议题在整个环保署内部的风险控管里面就突然变得很高 各位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政府里面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他讲的是这件事情即将在明天变成报纸头条的风险温度高 是以这个阵来进行政府部门内部政策的风险控管 各位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我后来猜了几次会发现大家在讨论这两个风险 其实非常不许 还做了很多的表 这是一个我觉得关于风险的这个观察 一个是关于反核的理念 这个各位知道就说民进党执政以后 一开始是反核 反核有很多理由 可是我听到民进党的执政官员里面 那时候很高的位置是一个叫陈伯志 他是当时基建会主委 他在一个非公开的场合 但公开的场合里面 讲到他对反核的理念 他说我支持废核 原因是为了充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以作为未来回归基准时 预做准备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只到这边 那因为我们以后会遇到很多的国际压力要很减碳 那你说要回归到这一年 常常是这样的 我回归到两千年 我们现在这么低 那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要盖核的 我们赶快弄很多 那排放 让两千年的时候的回归年 两千年的时候可以到这么高 那这样以后我们减量 还可以减到这样子 而不是减到这样子 这是他废文的理由 各位听懂了 哇 烫的官司 我还没听过这么有趣的声音 可是我就说 各位不要以为这个环境的标准 或是环境的理念 大家都一样 其实里面有很多算计是不一样 我没有说谁对谁一定错 但是里面后面的story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在参与很多环境题 里面就要更小心 就是说你到底在为谁服务 你到底会为谁发生 好 我超过一段时间 不过我最后就讲这几个 我一开始本来要当的题目 就是说 这个时间一久吧 就什么事情都会